下载的话是下载区里面这个 那你会发现哦 它的副档名是点 csv 但是如果你现在直接把它打开的话 你会发现它里面是什么 run 为什么呢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 按右键哦 csv 实际上也可以用什么 用记事本来开 因为 csv 本身就是纯温字档 其实跟点 tst 道理是差不多的 只是副档名不同而已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记事本开 记事本开起来之后你会发现 它没有run 码问题 为什么记事本其实它相同性还蛮好的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另存心档 你可以看一下哦 所以记事本里面的另存心档还蛮好用的 因为它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档案的编码方式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 假如不要让它会有run 码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nsi 存档对不对 这样的话 再把它开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 esl 里面的run 就不会产生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那个 假如run 码的话 很简单 nsi就可以了 那将来你想说 那老师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那个档案 给那个不是微软阵营的那个 如果给它 它会有run 码问题 很简单嘛 你就是什么 如果你要给它之前 你就一样哦 最简单的方法用记事本 另存心档的时候呢 把它改成什么 utf8 存档 给它就好 这样的话呢 非微软阵营看到的资料 就不会是乱码的 所以这个地方 因为常常遇到的状况就是这样 就是 都是因为微软的关系 它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这很麻烦 就把它改回来utf8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做出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用read 因为read变成说全部读进来 可是我没办法切割啊 因为我要针对什么 国文算总分 还有平均 英文数学各自的总分平均 那怎么办呢 首先第一个 我就需要什么 需要几件事情 第一个 我就把这边的资料怎么样 这可能第一个就避开了 这个就不能 因为我要把底下的 这个 这一列切开来之后 把这个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这个放一个 这个总共有四个栏位 那就四个串列 那 为了让那个逻辑比较简单 我就想说 那将来我变以 是不是要四个串列 没错 那可是问题哦 那我串列名称要取什么 刚刚叫read1 read20 那其实名称太长了 后来想到 因为呢 他以色列给我很大的灵感 因为在以色列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以色列满贴心的地方就是什么 其实哦 他那个名称还满 满好理解的 因为他 只要什么呢 第一个 串列就A嘛 A串列 BCD 那叫A栏 B栏 C 所以哦 我用同样的方式 那我就取名称叫A 那以前我们 我刚刚跟各位讲 如果你取四个的话 A等于中国阿湖 那你可能要说B等于中国阿湖 Enter C等于中国阿湖 那变成你要建四个 但是哦 我跟各位讲 这样我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它空下很多的空间 所以哦 以后如果你有很多栏位的话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全部写在同一行 但是写的方法哦 它有固定的这个规则哦 你不能随便乱写 一定什么 A B C D 有没有 那以后大家你有更多栏的话 你就逗点一直往 我建议哦 你可以用类似Excel的这种概念 有没有 这样很好记 然后面的话呢 记得什么 就要各自给它个别的串列哦 所以你可能如果前面四个 那你后面就要产生四个串列 好 这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那我们一样用Realize Realize 那意思是说 我先把这些资料先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才能够做后续的事情 所以我先 假设我们刚刚是Read的 那我现在把它改成Realize 我们来看一下Printer 里面到底怎么样放 OK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用Realize 用那个Realize 那它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它一样什么 最后面有个换行 然后这个放在第0个 放第一个 中间加豆点 所以我要分别怎么样 把资料放进来的话 记得一定要避开第一个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只是栏位名称 那我不需要放进去的话 就没办法做计算 所以我后面就是避开它 所以我将来要Printer的话呢 那我势必我可以建四个栏位名称 然后我先Printer 所以因为我避开它没有读取 所以我变成手动Printer 手动把栏位名称做Printer 然后呢 For I in range 我就避开第一个 那第一个编号为0 所以从1到最后一个 所以这地方的话 避开 这边最后 本来应该是0 那我就把它避开了 所以栏位名称就不会输入 再来的话Printer它 Printer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就从这个避开了 所以这个没有读到 从这个读取 那因为后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反斜线跟要把它拿掉 所以用strip 然后把它Printer留小滑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希望把它做切割 所以切割的话就Splitter 切割 那分别把这一个呢 放在A里面 这一个放在B里面 因此类对于C、D、A、B、C、A 那可是特别注意 A蓝需要 这个A 除了A以外 其他都要转型 为什么 因为里面 我们放的资料呢 如果呢 我没有转型的话 那它会把它 因为经过那个Splitter 它会把它变成文字 那一样 跟刚刚一样 把它用INT转 或者你用EVO也可以啦 这边也可以用EVO 那最后面这一个的话 记得 一样把这个最后一个成绩 它会多一个换行 所以把它拿掉 那也就是说呢 将来呢 我就分别把这个所有的成绩 放在国文成绩 那我先确认一下一件事 如果我今天把那个什么 B里面的东西 先帮我print出来的话 那我看一下 是不是里面全部都是成绩 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全部都成绩 那如果我要加总它的话呢 那我就跟刚刚一样 国文总分 一个整数 然后呢 平均的话就是把总分 出于它里面总共几个 那一类推 这个就可以把它delete掉 好 这样的话呢 执行完B 你会发现呢 这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好 上面这个print 把它关掉 OK 把它执行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先输出这一个 这个是手动做多加的 这个的话就是这一行 然后呢 我每跑一个 就每跑一列的资料 这个是一列的资料 先跑这一个 然后再做什么 做切割 Sprint切割来 然后里面有四个 就分别放ABCD 然后以此类推 全部通通放进去 再做这个计算 OK 那可是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阶段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第二阶段相对比较难 不过这个你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想知道什么 国文里面 谁最高分 那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什么 就那个最高分等于什么 等于用MAX 有没有 最高分嘛 瓜葫什么 这是B嘛 所以MAXB 他应该抓 应该抓到哪个80分 帮我抓回来 这个应该没问题 最高分比较好取 可是问题来了 那可是我 除了要想要知道 最高分那几分之外 还想知道那是谁 最高分是谁 诶 这地方怎么做 OK 可以请各位试一下 后面可能就是 国文最高分 几分 姓名叫什么 诶 这个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刚刚的这一段程式 一样我又把它放在那个 第五个单元里面的第几页呢 第十三页的地方 阶段一 尽力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 快诶